民法典第1241条规定的这个高度危险责任 它说的是仪式抛弃高度危险责任 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的责任承担规则 那么 他把仪式抛弃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 他把它分成了两种情况来规定的 第一种 你就是所有权人把这个高度危险物移食了或者抛弃了 移食抛弃以后 其实所有权已经就就已经消灭了 他是对这个 抛弃了是所有权消灭 那移食呢就暂时管不着了 就再有上市再有了 那么这时候呢 那如果这些被遗食被抛弃的高度危险物 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 那就是所有人 所有人来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如果是所有遗食的话 那就是所有人 那如果是抛弃的话 尽管你抛弃已经处分了所有权 但这个东西毕竟还是你的 其实应该说起来那是一个原所有权人了 抛弃就实际处分了所有权嘛 这里头体现的呢 就是无国错责任 无论有无国错 只要你的高度危险物 丢了啊 或者抛弃了 那么它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 就要承担这种无国错责任 这就是高度危险责任的要求 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是这个高度危险物 是所有权人相有的权利的这样的物 他把它交给了管理人去管理 这时候发生的一时抛弃 去怎么承担责任呢 这个时候 如果说把这个高度危险物 所有权人把它交给他人去管理 那么这个管理人在管理期间 发生了一时发生了抛弃 造成的损害就有两个责任人了 那么这一个责任人呢 就是管理人 管理人实际上是 这个高度危险物的占有人 但是呢 那所有权人 还有一个所有人的问题呢 他有权利呢 所以这一部分呢 在涉及这一个责任分担规则的时候 就是占有人自己要承担侵权责任 你既然是管理人 你占有这个高度危险物 那你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要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 如果说所有人也有过错的时候 所有人自己也有过错 那这时候呢 你要与管理人要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的 那么你交给他管理 他管理的时候发生一时一时 或者被抛弃 你又有过错 那这时候就是连带责任 那我们看到这一部分的规则设计 是这样的 就原则上是 管理人承担责任 什么时候发生连带责任呢 那一定是要所有人有过错 如果所有人没有过错呢 所有人就没有责任 因为已经交给他人来管理了 那你对这个损害的发生 你有没有过错 那就可他没有责任 但是管理人就不行了 管理人不管你有过错 没过错 你都要承担责任 这是个无过错责任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连带责任的时候 管理人不论过错 所有人要有过错 所有人没有过错 就不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是当高度危险物 所有权人把它交给管理人 管理的时候 发生了遗失 发生了抛弃 造成他人损害 就是这样的一种责任规则 感谢您的责任